雷切的商品 怎麼從設計概念到實際把設計圖畫出來 還有測試 最後商品畫一整個的流程 在這個影片要做的作品 是一個用雷切做的小皮修 那最後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這次的作品是直接在Illustrator裡面設計的 從參考圖片開始 到造型的小皮修 再來細部的調整 以及固定關節的位置 大致完成之後 就加上卡榫的部分 那圖片畫完之後當然就是雷切出來看看囉 所以這邊看到的就是第一版 左轉完成後有兩個問題 他的眉毛跟嘴巴那邊 其實不需要分開 再來就是在分層的部分 翅膀應該要在腳的外面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們做了這兩個改變之後 就有了第二版 但是發現有個新的問題 就是因為兩隻腳的距離太近 所以會讓它站得不太穩 因此就有了第三版 第三版是嘗試透過增加腳的寬度 來增加整個作品的穩定性 雖然穩定性是有增加 但其實我們覺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後來就有了第四版 是透過在身體跟腳之間 墊一片木板來增加它的厚度 效果其實就還不錯 但是只要轉到比較側面或是上面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墊那片木板 會讓距離有點太遠 感覺有點怪怪的 所以這個之後又做了一次改變 但是其實在這個第四版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讓它固定到一個背板上面 但是這些版本的連接點其實選的都不好 在產品的外觀上會看得非常明顯 所以這個之後也會再做相對應的修改 再來的第五版其實就已經很接近最後的成品了 所以也就順便來分享一下整個製作的流程 首先當然是貼上遮蔽膠 想更了解遮蔽膠的使用 可以參考我們上禮拜發的影片 再來就拿去雷切 完成之後就可以把遮蔽膠撕掉了 通常我們自己在做雷切作品的時候 都會拿原色的木辣油當作第一個顏色 等木辣油乾燥之後就可以把所有的零件 從板子上拆下來了 在這個過程其實也有發現一些要微調的部分 主要就是插消的部分 目前有點難拆下來 再來就是組裝確保所有的間隙跟流程還算順暢 其中臉的地方因為沒有空間放十字的插消 所以這裡用的是一個直條的木棒來做固定 其實不是非常理想 這個之後也要做修改 到這個地方應該差不多完成了90%吧 那接下來要做的修改就是剛剛提到 頭部插消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裡做了局部的構造切割跟測試 最大的調整就是插消的部分 改成了這個樣子 除了中間比較寬之外 也在兩側加上了一點點凸點 讓它卡進去的時候可以卡得更緊 那我們這裡就稍微測試一下 這個測試雖然看起來蠻順利的 但其實那個凸點的厚度 我們測了蠻多次 最後才順利測出適當的厚度 那這邊測試的狀況還不錯 就已經不會非常容易鬆脫 再來就是最後一步 當每一個零件加上編號 這個作品總共有10個不同的零件 那另外這邊也分享一下 我們背板在設計的時候 因為外包裝要用OPP帶來裝 也先找到了接近的尺寸 再去調整板子的大小 並且把原本的大圓角 改成比較直角的造型 因為這樣才不會讓OPP帶的角落 很容易折到變得不好看 那既然提到OPP帶 就來看一下我們這次的包裝吧 這次因為沒有什麼太多其他的零件 所以我們盡量把包裝簡化 所以只有一片塗好木辣油的木板 以及一張簡單的說明書 最後就是OPP帶 我們這邊用的是 9乘以17公分的OPP帶 那我們板子的大小就縮小一點 所以是8.5公分乘以16.5公分 裝進去配合的還蠻剛好的 也還有空間可以把說明書塞入 那最後就把OPP帶黏起來 這樣就完成啦 這樣原則上就已經是設計完這個作品了 但是當然一個作品會需要不同的顏色 所以除了原色之外 我們這裡還做了其他顏色的測試 首先我們測的是花梨木 因為這個作品配合黏結 所以應該要有一些偏紅色的色調 所以這邊就是花梨木色的成品 另外我們還測試了其他三四種顏色之後 最後決定出這四款的顏色 透明原色、花梨木、紅色、還有海水藍 謝謝你看完這個影片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我們過去一個禮拜 從無到有生出來的作品 那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應該也會在蝦皮跟品貴上面上架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那邊購買 那這個作品也有入選文化銀行辦的 《教村大街市集》 所以這個作品可以在1月25到27 年貨大街裡的小逸城裡面看到 那到時候那邊應該是一個活動假 所以如果有人去那邊的話 可以順道過去搶個便宜 那到時候有空的話 我應該也會在那幾天到現場去拍攝其他有趣的作品 到時候再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禮拜影片就這樣啦 我們下禮拜三見 掰掰 !